记者刘宛军台南报道,台南市长赖清德接任格会后,将由谁担任代理市长?赖清德今晚从台北回到台南后表示,会优先从市府一级主管内选人,也不会从台南带人台北上阻隔,因为市府也很缺人。 台南市代理人选宇新内阁人士,是今天各界关心的话题。赖清德表示,代理市长会优先从市府内一级主管来选择一个,因为所胜任期不多,一年多而已,如果从外面找人,怕对市政不熟悉。 至于是不是目前呼声最高的秘书长李孟燕,他表示,目前还没确定,因为必须和一级主管讨论,这样对未来团队默契较好,明天会与一级主管讨论。 而目前新内阁人选里有市府团队被点名,赖清德会不会从台南市代人才北上?赖清德说不会,因为市府也很缺人。 关于他答应接任格魁,即是否因花妈陈局劝硬才点头答应接任格魁,他说,我的脸书都有写了。 赖清德说,他22日就必须到立法院报告,所有事情必须赶快顶下来,然后继续前进,包括预算的问题,包括政策的问题,都必须赶快讨论,目前会以推动政务为优先。